Hi Justin, there you are. Justin is here. He is the software manager from Foxconn. He is also a co-founder of BananaPie, and he is here to talk to us about his BananaPie platform. Thank you Justin. 大家好, my name is Justin, I am from Foxconn. Now let's talk about what is BananaPie. What is BananaPie? What is BananaPie? What is BananaPie? Now let's talk about the BananaPie. Let's talk about the BananaPie. The BananaPie. One is Looter, Nuts, NV, IoT, Accessory and Accessory. We will do a quick introduction to these two platforms. Now we can see that we have 60 bits and 32 bits. And now we have the NBILT and LoRa. Then we will do a quick introduction. Ok, next one. Our company has since 2014, key of this project. Why do we do this project? Because we know that some small companies'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quite difficult. So our company is to create a open source platform called BananaPie. From 2014 to 2018, we have about 12 types of products. That we can help those small companies in this area to create an open source platform. The next page. Ok Now we've been through this four months. We've been working in all these around the four years. Now we'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with some small companies. We'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with some businesses for the first time. First we've been in the early days. Avatar has provided some opportunities for the first time. 換句說他們因為新創業 所以他們的一些的資金 有可能沒有那麼的充足 所以我們會針對他們的有一些模具 我們去幫他們做一個開模 那現在看到左邊的R2 然後還有M3 還有左下角的M64跟M2Berry 那這些殼就是我們為了 就幫一些中小型企業 快速的說去導入產品 所以幫他們開的殼 那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OK 那我們這幾年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本身是做代工起家的 所以我們也經過這四年的努力 現在有看到這個叫做 其中間廠商 那他們來講的話 一開始是使用 也是使用AM的BASS 那經過了這幾年跟這兩年的磨合 那我們也成功順利的幫他們 去打造這個更Costdown的一個產品 就是左下角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主要是叫做KITLU 大家可以上AMALON的網站 可以去購買他們的產品 那他們主要是做一個 就是說小朋友在編寫程式 那快速的教小朋友來編寫程式的意義 一個那個快速的一個 導入的一個想法跟一個idea 啟發他們的創造能力 這是其中一個產品 那第二個產品的話 我們也有去跟一個國外的廠商合作 那中間看到的話 這個就是他們直接拿我們的BASS 那在外面 就是套上他們的盒子 就成功順利出貨 所以可以介紹他們整個開發的周期 那這個廠商很特別 就是說他們的想法 我是覺得還蠻前衛的 就是說一般人講 一般人來說 大家手上已經有拿到BASS 那他也是說不建議再去購買 那就可以購買 直接購買他們的軟體 那這間廠商主要是在做 它的發援或是防火牆的部分 然後就放在家裡面 然後可以去幫助說 小朋友不要亂上網 以及說整個的smart home的 一個導入的機制 OK 那我們為什麼要使用BASS 那我們從這個三個圖來講的話 可以快速的讓大家知道說 第一個 大家在中小型企業 或是說創新中心來講的話 一開始在開案的話 就考慮到一個NRIE的問題 那NRIE的話 你不需要再去做其他的一些 額外的花費 你可以使用我們原本的板子 然後做一個Prototype的一個驗證 驗證完以後到第二個階段 第二階段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 一般的大公司行號的話 他整個的Life Cycle 大概要三到六個月 但是我們來講 使用BASS開這個產品 或說BASS這個平台 我可以幫助你 很快的去縮短這三到六個月的Life Cycle 可以幫助你 時間快速的導入 那最後Time to Market 會快速的幫你說 把你的想法跟你的idea 直接導入到市場上面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去達到這個平台的 重要的一個意義 那我們在這四年五年內對不對 我們也幫了一些中小型的企業做了一些產品的導入 左手邊來講的話 它是做一個Media的Laute 是放在家裡面 然後讓小朋友就是說 它本身有聯網的功能 就等於說是Smart Laute 那中間來講 就是剛才上一頁有介紹過的 就是叫Firewall的一個BASS 那在右下角的話 我們最近去年有推出一款 就是小米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 也是做同樣的晶片 它可以去幫助一些 類似IoT的應用 以及說一些Smart 那個Robot 都可以使用我們的這個 另外一個開發板 那最後手邊的話 大家都有玩過的天堂 那我們有一些開發者 或是說有一些中小型機 他們想要做一些Game Game Player 那他們也是可以是使用我們的產品 去做一個快速的開發 那我們在未來來講的話 我們有可能是Focus在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Smart Laute的部分 我們有一款叫做R2 那我們之後會放在一個 應用場景 會放在一個Smart Laute的部分 讓各位 或是說接下來的一些中小型機 或是說開發者 或是說一些Maker 在這上面做一個快速的開發應用 下一頁謝謝 那在Lux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一款是屬於我們採用 On的平台 64bit的 Realtake的一個SoC 那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因為它有一個很獨特的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有兩個HDMI 它有HDMI IN 跟OUT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可以去截屏 說做一些影像的辨識 這幾年影像的辨識 視覺感官視覺處理 其實這一兩年來講的話 這個TOPIC是非常的熱 所以我們也是打造了一個平台 讓一些Maker可以快速的在這上面做一些開發跟應用 下一頁謝謝 那NVI IoT來講的話 我們在去年年底的話 我們推出了這三款 左手邊那一款是96版 96版就是一個LION的一個 Nino的一個組織做一個標準 那中間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NVI IoT跟右手邊的Arduino 就是NVI IoT 這兩款的話 是針對一些 中小型企業做一些Prototype 所設計的一個產品 那這整個系列 我們都把它歸屬在 巴拉拍的NVI IoT 下一頁 那在LOLA的部分 LOLA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今年也推出了兩款產品 就是說可以讓一些開發者 譬如說你想要在上面做一些LOLA的應用 那有可能這些在市面上來講的話 硬件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也特別打造了兩款 就是巴拉拍的LOLA跟WebDuelo 這兩款的話 可以在上面快速的編成 也可以快速的實現你的Prototype 這是屬於LOLA的部分 下一頁 那這一年來 去年開始的話 AI Voice也非常的 算一個非常火的一個topic 那我們針對這兩個的話 左手邊來講 我們是跟全製 All Winner這個SOC廠 我們跟他做一個很深度的合作 等於說是說 我們幫他去量產一塊那個開發板 那現在左手邊這個開發板來講的話 可以在Armaron上面買到 他可以主要是說 他已經過了那個Armaron的認證 所以可以在上面 直接的很快的去做一些 以語音的一些識別 跟語音的解析 那右手邊來講的話 我們是使用另外一個SOC 叫做 MicroSimi 那這一款來講的話 他也是基本上已經過了 那個Armaron的認證 所以這兩款 如果各位Maker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Armaron的網站 去做一個 深入的一個研究這樣 好 下一頁 那我特別講一下這個WebDuelo 一般人來講都有聽過Arduino 那WebDuelo他的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直接在網頁上面編程 編程完以後 他就可以燒寫 跟Arduino一樣 燒寫到這個小板子上面 那這個板子來講的話 是屬於for一些children 就是一些小朋友 然後訓練他們怎麼寫 寫開發程式 那在這個上面來講的話 他有一些 Licenser 和一些綜藝感測器 全部都在這個上面 所以 他可以快速的說 做一些Prototype 以及說 在小學 或是小朋友上面 做一個很快速的 一個 雪城市的 一個 起發 那個就是我們 今年 五月多才剛 量產的 叫做WebDuelo 好 下一頁 那 講到那麼多產品來講的話 大家也有疑問說 因為我們 我們也是focus在 OpenSource這個領域 那所以我們有 現在目前 OpenSource 我們BaharPi有三個website 那分別是 BaharPi BaharPi GangPi BaharPi.com 那我們根據統計 現在每一個 這三個網站 每天的流浪人數 大概是超過8000人 那totally的話 已經超過800萬 那上個禮拜 我們統計來講 差不多已經快到900萬的人數 所以 我們打造一個平台 跟一些Maker 或是說 一些創新中心的 一些 中小型企業 做一個很深入的一個 一個互相 一個交流 的一個平台 好 下一頁 那左手邊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 也 create了一個forum 那可以讓 一些Maker在上面 做一個討論 那右手邊的話 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是打造一個 OpenSource的平台 所以我們也是把我們 全部的Source code都Open 放在我們的KeyHive上面 讓一些Maker 直接在這上面使用 或者說 抓扣下來 就是編程之類的 OK 下一頁 好 那我們經過這幾個 這幾年的努力 就是我們也得到了 Kernel Uboot Uboot 官方政治組織的一個支持 支持了我們的 兩三款系列的產品 所以 使用 那AMM的平台的好處是說 你今天如果導入了正式讓AMM的 那個Uboot 跟Kernel組織去接受你的話 其實你的整個的Liveshot 都可以變長 你不需要說 我這顆晶片我只用了兩年 那我可能就不support了 所以這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目前來講做的這幾塊 連OpenSource 現在這些OS系統來講的話 你其實直接可以上他們的官網 直接就可以去下載 Image 直接在上面使用 這是我們目前得到一些 正式的官方組織的一些 support OK 下一頁 那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好 謝謝大家